我们就上个礼拜算是我们固定有上课第七次 里面的话大概就讲到有关那个 最重要就是用Seqlite建立一些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然后并且用insulin2把资料放进去的一些相关练习 里面的话最后我们有一个练习题 就把会员资料把它放到里面 最后有一个给各位的课后练习 全省邮局也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也就是要请各位做多练习 Seqlite之外的话也许有MySeql MySeql的话你们也可以再练习看看 不过MySeql部分的话你们可能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时间来不来 如果来得及的话我再讲一下 来不及的话也许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有把它放在第八个单元 那要怎么做 当然一般习惯会先架一个MySeql的环境 那我习惯用这个SAMP 应该可以是用这个 SAMP的话我出现它已经都图形化界面 很方便直接开起来都OK 那不过我是用比较稍微旧一点的版本 现在好像到7了吧 那我这个版本已经蛮稳定的 设定方法也很简单 把它稍微懒人包打开一下 设定一下就OK了 但是如果你是用7的话可能用法会不太一样 可能要自己去改里面的INI档 如果5的话它有图形化界面可以改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然后装一下那个什么 Pipe Install 把这个PY MySeql的这个模组把它装起来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连接 MySeql 后面的做法其实跟Seql Lite大致上相似 只是说因为它是一个server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IP位置 OK比如你现在的IP位置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 就是你的账号密码 这些一定要有才有办法连线成功 那后面的话一样用insert into 或者是select,delate,update 其实都一模一样 不会有差异 细节部分的话我想有兴趣 有时间的同学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相关的sample code这边也有 所以其实主要差异就是这两行 其他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 OK甚至的话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再试试看用file base 用云端database 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一个把资料 放在不同的这个地方的差异而已 像MySeql这个server 那如果另外还有一个叫file base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file base上面 那file base一个月它好像有免费 1GB的免费流量 你没有超过就不用付钱 理论上应该不会超过1GB 你也可以试试看 那file base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跟手机的app做沟通 因为手机也可以去存取file base OK所以两边的话可以互相沟通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就继续再来看那个就是后面这个全省邮局地址的部分 那我们上个礼拜主要讲到这些 那我也有一个参考答案 其实参考答案我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最下方 就是那个 我们我是放在那个全省邮局下这个地方 下方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改学生在这里 将全省邮局地址批示转到资料库的这个地方 那底下的话基本上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大概就是 我们要split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后面好像有多一个 这边有多一个空白 我们之前是 只是split strip strip那个 就是一个 把那个换行拿掉 但是它好像又多一个空白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空白拿掉的话 可能会造成多一栏的问题 因为我们strip的时候 是用空白 它里面是有空白分隔 OK 然后再利用什么 excuse many的方式 把资料丢到资料库里面 这个是只是先做第一个三重 后面的话我们再把每一个每一个 用OS.work 把资料一个一个抓过来 一个一个把它丢进去 主要是这边 OK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这边先再复行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要接着来看其他的部分 画面先借回去给各位一下 全市邮局地址第一个就是把全市邮局下载解压缩 当然我们可以分阶段 也许第一次是先把三重放进去就可以了 三重里面有这些资料 你可以去分析它 不过我建议如果你开档的话 其实慢慢可以用另外工具应该对不陌生吧 Nordepad加这个应该有用过吧 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主要里面view 你可以看到show它所有的那个 它一些相关的资源都可以显示出来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有空白 然后这边最后有个空白 然后换航 后面这边都可以显示出来 最后一个没有换航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把那个就是档案开启 开启之后的话呢 一样就是说跟开档 应该第一个先三重好了 我们先不要全部 那所以前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怎么样 一样先连资料库 如果那个资料表存在我们先删掉 或者它会有重复的 然后里面的话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切割一二三四个栏位 那栏位名声如果我懒得取 我就要ABCD 最简单 OK 那Execute 这样就建了ABCD四个栏位 那我再怎么样 去开档 Open它 ReadLine 然后用什么呢 这个print这个可以把它拿掉 然后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list 因为我们会用ExecuteMany 我觉得ExecuteMany应该是 相对的比较好写吧 因为主要是后面都问号就好了 你也不用管说它的形态是 数字 文字 文字要加单一号 不用 你就反正ExecuteMany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它串接 然后呢 先把后面的这个东西拿掉 因为最后会多一个什么 一个空白加一个换行 有没有 CR CRF 那我们就把它去掉 strip掉 然后呢 用空格把它做分隔 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 假如你城市里面少写这个的话 那它会变成多一栏 第五栏 那音声音图就发生错误了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append它 并且 insert intoExecuteMany 这三个礼拜讲过 OK ExecuteMany非常重要 把它砍密着之后的话 我们就再把它查出来 看一下opo OK 把它执行 三重opo OK 执行 这时候看 在资料库里面可以看到 就已经有这些东西了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三重改成所有的 糟糕 位置 把它搬到底 OK 如果这个坏掉 你可以用那个reset 不知道 应该各位知道吧 把它reset一下 那再来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就是再加上OS.work 把里面的全省邮局 一个一个再把它抓进来 一个一个再把它insert到 database里面去 不过这个执行 好像会有个错误 这个错误好像是因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地方会堆栏 因为他跟你讲说 这里面的话 你给我四个栏位 use4 有没有 然后可是你却给我五个 五个栏位的资料 有四个罗 应该有四个坑 你应该放四个萝卜 可是你却放五个萝卜 那放不下怎么办 一个萝卜一个坑 OK 好 那应该可以理解我讲的意思 我喜欢用比较生动的叙述 一些比喻 比较能够明白一些些 那主要原因是哪个档 他会跟你讲说 开了哪一个档 后来发现 其实在我们全省邮局里面 发现有一个台北的 这边往下多一栏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怎么办 要不就是你把这个 delete掉后面东西 要不就是干脆把这个空白 加个刮壶算了 也就是说他的来源资料 会应该是在这边 加个刮壶算了 把这个主要是多这个空白 就这个而已 去掉变刮壶刮起来好了 那修正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跑一次 应该这个问题 我印象中就解决了 不过可能就是最难的地方 就是要找到那个错误了 那至于怎么找 像我有把中间 printed 再去看 到底哪一个地方出错 再去check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 debug的时间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再 再来就第六个单元了 不过今天的话 再讲第六个单元 会再慢慢讲一下Jungle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再把 原来在单机上的UI 把它改成在那个Wave上面的UI 所以这部分的话 待会再来看 休息一下